在过去的新闻报道当中 您可能看到过 在南部有一家特教学校 连续爆发性侵害案件 那么疑似跟确认的案子 加起来多达128件 引起了教育跟人权团体的高度关切 整起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事实上在我们附近的南韩 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熔炉》 不只票房热卖 还让本来被轻判的听障学生 遭到性侵害案件重启调查 甚至影响了南韩的法律 为什么一部电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反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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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밤새 맞았습니다 当中的那些亭也有什么事情 先生的家庭 在学校的家庭里面 在学校的家庭里面 也有什么事情 在学校的家庭里面 提出 透過懂手語的老師翻譯 聽掌聲才將自己 遭老師性暴力的過程公諸於世 更讓人震驚 加害人不只有老師 連校長也是 受害學生全是來自弱勢經濟家庭 聽不到的聽掌聲 雖然有正義的老師站出來揭發 和人權團體一起為他們討公道 不過涉案的校方有錢有勢 電影結局使加害者贏了官司 受害的學生帶著傷痛過一生 就是這部改編同名小說 以聽掌聲遭校長老師 性暴力為題材的電影熔爐 上映後燒出了韓國名分 撼動韓國政界 司法跟教育界 身障者遭受到性暴力的問題 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促使國會修正現行的 性侵害防治法 成為韓國史上第一部 改變法律的電影 電影熔爐有關的一切人事物都在熔爐效應中主動或被動的改變 為什麼一部電影有這麼大的力量 因為他就真實在韓國 廣州聽掌聲上演 從來自首爾的學生 专程到事发的学校亲眼见证 而且要把感触透过了网络和大家分享 事实上 电影《熔炉》能激起这么巨大的涟漪 全靠网络力量 作家孔志勇在2008年无意间看到了一篇 关于这整起案件判决的网络新闻 孔志勇一查才知道 这件事就真实发生在距离首尔将近四个小时车程的 光州一家私立厅长学校 不只特教学校 另外他还有披护工厂 以及免费提供弱势民众住宿 韩国称为社会设施院的社福机构 零有社福法人许可 接受政府的补助之外 还可以向企业募款 但他根据私立学校法 以及现行的社会福祉事业法 经营自主完全不受外界监督 所以这所学校已经变成家族企业 2005年 被光州身障者家庭暴力资商所踢报 从校长到老师十多人涉嫌 从2000年开始 对住宿的听障生施暴或性侵 受害生从7岁到20岁都有 经过调查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只举报6人 最后只有4个人受到司法审判 其中校长和总务主任 一审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和10个月 可是2审判决大逆转 涉案的校长和总务主任改判缓刑过事 原因是没有前科 还有与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 两位性侵老师甚至还重新回到学校任职 这个真相让孔志勇大为震惊 立刻到现场找到了关系人 与受害的学生相处了10天 深入了解孩子受创心灵之后 把整个过程改编成小说 透过网络连载 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 요즘에 全世界的99%和1% 关系的关系 关系人员 실제로1% 안에 性폭행 범인 교장 검사 변호사 판사 의사 교장 都在有关系人员 99%的人员 这1%的人员 如何当中的一个人员 这个人员 这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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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政府 急着 法律 改正的 写出韩国社会 结构不公义 孔志勇 这本书 在网络 得到了热烈的回响 短短不到半年 马上被翻拍成电影 产生的效应更大 我们偶然 性폭行 性폭力 这些人员 经常听到 但 这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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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热烈 这些人员 这些人员 电影上映 冲出了好票房 网络马上出现 要求重启调查 百万人的签名活动 融入效应 就透过了 网名蔓延开来 不止暴露社服机构 存着侵害身障者 人权问题 电影《熔炉》 也点出韩国司法 多年来的前规则 只要法官退休 担任律师的第一年 都能享有 官司胜诉的前官领域 引起了韩国民众 对司法审判 感到失望和怀疑 我们在电影中 不正确的现实 正确实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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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延程 不过重启调查 这才发现 现行性侵害防治法刑则太轻 性侵生长者处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性侵幼童则处十年以上徒刑 公诉期只有七年 重回学校两位老师 都已经过了追溯期 于是网民要求提高性侵案的量刑标准 也发出了要求废除追溯期的呼声 电影上映的第37天 韩国国会就以207票 以票弃权 压倒性的通过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 又名为熔炉法 未来性侵女生长者 以及不满13岁的儿童 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废除公诉期 如果加害者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 或者是特殊的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 新法将在2012年的7月正式实施 不只熔炉法 另外也催生了 有熔炉防治法之称的社会福祉事业法修正案 确保社福机构经营公开透明 并纳入外部监督力量 这个法案还在国会审查中 不过之前法院不足 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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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感谢 因为电影熔炉 催神性暴力防治法 和社会福祉事业法 修订得更完善 只是对真实受害的听障声来说 这个正义来得太晚了 刚才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一家 起从学校的所在地光州 在80年代 还是南韩民主御动的摇篮 没有想到后来 却发生这样的人权丑闻 下个星期 我们要继续回到 光州的这一家学校 带您看看当年受害的孩子 现在的现况 还有这一路上 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 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要继续带您到日本东北 拜访在福岛当地的一家报社 看看在三一大地震 跟海啸发生当时 这些记者们是如何坚守岗位 发挥了安定人心的力量